一名夫人帶著兩隻柴犬 從社區走出來 高舉雙手準備過馬路到公園散步 還有人推著輪椅左看右看 不知所措 或是主著拐帳慢慢等 讓人不禁想起 維里安的這首歌 一邊是住宅 一邊是公園 但是這個地方沒有紅綠燈 想過馬路的民眾 沒辦法等紅燈變綠燈 只能一直慢慢等 就是有人了 然後他沒有要停的意思 車一樣直接開過去 這樣會比較危險 實際來到河堤社區 看到有民眾要過馬路時 得哭哭等待 沒車了才趕過 也有人搶快直接冒險通過 甚至還有汽車看到行人 直接按喇叭 這個地點就是高雄的河堤路 長長400公尺的路段 卻只有一處斑馬線 要過馬路真的有點麻煩 延長的人都會去公園嗎 比如說這邊的住戶很不方便 很危險啊 又很麻煩啊 你當然車禍也曾經發生過啊 大家就是過馬路會擔心 因為車子很快 部分民眾認為 應該增設紅綠燈保護行人 但對汽機車駕駛來說 似乎又有點尷尬 這麼一堂都只有直線的路 他們怎麼會想說 會放那麼多紅綠燈做什麼 對開車來說 因為上班的時候 上下班的時候 很為難啊 對汽機車來說 確實太過 目前人車流量沒有達到法定 標準無法設置紅綠燈 交通局說會評估人車流量 決定是否增設相關安全設施 短期內 將增設氣型標線 跟結束措施 並且持續觀察 當地的人車尖峰的狀況 高雄市合體社區 是高雄第一座交通 寧近示範區 車速不能夠太快 但遇到上下班 尖峰時段 車輛速度似乎還是慢不下來 是否打算先從標線下手 但最好還是用路人 能養成裡讓行人的好習慣 明星文章說聽 廖錦雄 高雄市報導